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对中国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感觉这份兴趣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激发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 在窗外学习的过程中 我的中文水平提升很快 老师的教学方法和学校的培养机制非常科学 在这样的范围下 我很快就能独立完成跟中国人聊天了 后面我又回了泰国做了一段时间的中文老师 学生和老师的身份转换让我更感受到学习方法的重要性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要学以致用 刚学习的语法生死要用在口语写作中 这样才能不断强化记忆得到进步 主动学习在我看来是不断进步的原因 除此之外 我还经常看中国的电影电视剧 看短视频 听中文歌 我体会过汉服 书法 查文化 看到了很多美景 这是我以前都不知道的 要多跟中国人接触 要把你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出来 才能够理解更加深刻 这就是我给大家所分享的学习方法